众所周知 贫富差距指数 也就是基尼系数 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 用于分析贫富差距的指标 越接近一 贫富差距越不平等 越接近零 则贫富差距越小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规定 国家基尼系数低于0.2 表示社会财富高度平均 0.2到0.29 表示社会财富比较平均 0.3到0.39 表示贫富差距相对合理 0.4到0.59 表示贫富差距较大 0.6以上 表示贫富差距悬殊 2003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基尼系数正走向相对下降 同时 2020年5月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9年 中国基尼系数为0.465 较前一年 呈下降趋势 中国曾长期不对外公布基尼系数 直到2013年 国家统计局才开始向社会公布 自2003到2013年10年的数据 可相比于当时来自北京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自行调查的数值 官方数据要低了不少 一时间 质疑之声分支塌来 以至于任何想要认真阐述 基尼系数文章 首先都要考虑 讨好民众趁机的发泄 与此同时 冷处里依旧是公信 面对质疑的常态 基尼系数 如同一根沉默的刺 长期扎在人们心里 在纠结当年谁对谁错 谁撒谎 谁诚实之前 其实有一个问题 更值得关注 那就是基尼系数 韩官网的纪念数据 我们惊奇的发现 传统的被认为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 如美国 印度 韩国等 竟然都比中国的颜色要浅 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近邻韩国 韩国以财阀正值 明晚天下 前十大财团 竟然占韩国经济比重 高达85% 这样的比重 很难相信 韩国有这么低的贫富差距 难道财阀们都是慈善家 在现代社会 生育率和贫富差距 是有相关性的 富足的家庭 自然能养得起更多孩子 而在财阀们搅动的 激励社会竞争下 韩国出生率 在2019年 生育率已跌至零 一名女子 终生生育 仅0.92个孩子 全球倒数第一 而这样的国家 这些年 基尼系数 始终在0.3出头徘徊 显示韩国是世界上 人均贫富最低 那批国家之一 我们可以发现 基尼系数这个指标 本身就有问题的 继续拿韩国举例 其实韩国非常好的证明了 财阀掌控政治 和基尼系数的反应的 贫富差距关系并不大 贫富差距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即资本家与人工间的贫富差距 以及不同种类 不同行业 和不同工人间的内部贫富差距 这两点 在基尼系数的计算中 都会被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 世界上不同行业的 劳动者的稀缺性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国家每个行业 都有N个资本家集团时 不同资本家会相互竞争 这样因为胜任 不同行业的劳动者数量 差别巨大 就必然会导致 不同行业劳动者工资的巨大不同 工人就都是参差不齐的糗材 而当一个国家被少数财阀垄断时 这种竞争 抬高不同行业劳动者工资的必要性 就消失了 那么工人就是平等的糗材 工人们的议价能力越来越低 少数财阀的垄断 会带来政治上的特权 会拉大财阀与劳动者的贫富差距 但是也会降低 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 这样总的经济系数 就不一定会升高 简单起见 假设韩国只有一个财阀 掌控所有行业 财阀下面工人的工资一律平等 财阀由持有股份的一群股东组成 财阀掌权之后控制政权 利息率上升 工资率下降 按照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 基尼系数是洛伦兹线 与绝对平均线所加的面积占比 蓝色这根线是绝对平均线 当没有财阀时 洛伦兹线就是绿色那根线 而财阀垄断时 洛伦兹线就是红色那根线 没财阀的时候 国家有N个公司 每个公司开的工资大小 有很大差别 而洛伦兹线又是从收入最低的人 开始排列的 因此洛伦兹线是洽突的 显示的就是贫富差距大 而财阀垄断的时候 红色折线前段就是工人的部分 因为工资都是一样的 所以整个洛伦兹线都是平址的 而在最后的部分 随着股份持有比例的上升 由于财阀掌权的利率比较高 资本家的收入迅速上升 再重复一次 金尼系数是洛伦兹线 与绝对平均线所加的面积占比 那么刚才那张图 绿线和红线 哪个和蓝线所加的面积比较小 还真不一定是绿的那个 在金尼系数的设计中 存在着很多的不科学性 其一就是人口规模和人口的分布 被它忽视了 导致它会严重使得 大国的贫富差距变大 对大国极其不利 另一方面 金尼系数的计算之中 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 这二者的差别被完全无视了 也就是说 在贫富差距的测量中 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被忽略了 在上面的段落中 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了财阀力量 即使强大 金尼系数也不增加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实际的证据 第一就是韩国的韭菜们的内部差异 是否比中国更加小 我们不妨来看看 韩国的各行业工人工资收入的差距 作为典型 我们就拿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的工资差距 来说一说是吧 可以看到 韩国的科学与技术服务业的平均月薪 是445万韩元 而建筑工人的平均月薪是345万韩元 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9倍 而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 科学技术人员的平均年薪是122040 而建筑业的平均年薪是56743 前者是后者的2.15倍 也就是说 在韩国财阀资本的控制 使得各行业的工人收入是平等的 而在中国没有被财阀所控制 自然各行业的工人收入是参差不齐的 那么财阀垄断有没有给资本带来更高的收益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社会的财富主要流向两个方向 其一是工资 其二就是利息 也就是说 通过对利率的分析 就可以看出 韩国的资本究竟有没有获得相对于中国更多的好处 我们知道利率一般会随着人均GDP的增加逐渐下降 因为经济还没发展时 资本是稀缺的 此时大家都缺钱开场 就必然要用更高的利息来向资本家争取融资 利息就会更高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 但是中国人均GDP什么时候是1万美元呢 是1999年 1999年韩国的短期贷款利率是9.4% 而今天中国的短期贷款利率是4.35% 当然考虑到1999年左右发生了金融危机 利率可能不准 并且那时距离现在过于遥远 世界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不妨在另外一组对照 什么时候韩国的利率和今天的中国相当呢 2014年韩国短期贷款利率为4.263% 而当时韩国的人均GDP已经是2.78万美元 是中国的2.78倍 换言之 在韩国经济要发展到中国的2.78倍后 贷款利率才会降到和中国一样 可在2015年之前的10年 尽管韩国人人均GDP远高于中国 但是贷款利率水平一直与中国相当 而韩国的活期存款利率呢 今天还有1.37% 比今天的中国还高 有贷款利率不仅仅表示的是 银行资本能拿到的好处 也是总体资本利率的一个反应 显然如果公司赚钱的能力不够强 那么像其贷款的利率就不可能高 这样存款的利率也不可能高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在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同阶段 甚至欧洲一些国家相比 韩国的分配实际上是向资方倾斜的 下图乃是世界银行的实际利率图 实际利率是指资本所能获得的 民意利率减去通货膨胀 只带的是资本实际能获得的好处 这之中自然不仅包括存贷款 还包括股票和债券的利率 也就是说各行业的资本都被囊括了 如果我们把通胀排除在外 那么影响资本实际利率的原因就是两个 设想这经济就像做蛋糕一样 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伙人在分蛋糕 资本家能分多少蛋糕 取决于这块蛋糕做大了多少 以及资本家和工人抢蛋糕的能力 在过去的15年间 中国每年的GDP增速是在7%以上 而韩国的GDP增速低于5% 也就是说从比例上看 中国做大蛋糕的能力比韩国要强 但是从图中的分配上看 韩国的实际利率竟然比中国相当 甚至略高于中国 这说明了什么 这显然是说明了韩国资本家 抢蛋糕的能力强于中国 当然TFP也会影响利率 中国过去经济增速 与韩国高速增长期类似 这说明了韩国的TFP应该是与中国相当 TFP差异不足以解释 为什么韩国在GDP远高于中国的时候 利率与中国相当 一个解释只能是财阀比中国 有更强的垄断力量 所以韩国的财阀垄断 是不是扩大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是的 但同时也降低了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 所以韩国在经济系数上贫富差距并不大 我不认为在劳动者中的收入差距是一件坏事 当社会需要某种类型的人才时 他需要提高这种类型的人才的报酬 来吸引人们从事这一行业 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差距 那么劳动力市场上便无法有效运作 各行各业工资都差不多 那人才怎么会流动到最需要的地方呢 同样的道理 资本与资本之间 即使存在着利率的差异 也不是需要被批判的 因为这样会使资本流向更需要的地方 但事实上资本的流动性远强于劳动 这样不同行业的资本的利率 本来就会随着套利作用而趋同 而另一方面 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才是需要被批判的 因为资本收益跟生产的才能 没有半毛钱关系 拉大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收入差别 不会把激励劳动者变为资本家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产 本来就变不成资本家 这种差距的拉大就是纯粹的剥削自己 而用经济系数度量财阀的力量时 就把这两种收入差距混淆了起来 这是需要批判的 虽然韩国的财阀 没有到完全控制政府的地步 因为毕竟财阀的数量还是有的 会互相争斗 此外 韩国的财阀资本的力量 在整个世界来看也属无上靠前 只是因为在中国旁边 而被中国人注意到了而已 如果我们分析利率 会发现在美国人均GDP和韩国相当的阶段 美国的利率比韩国还要高 但如果要大家相信 一个国家一大半以上GDP 被10家以下的集团控制时 这些财阀依旧无法严重干涉政治 想想就知道是不可能的 许多朋友总是指出 最近韩国财阀被政府针对 如李在荣被抓 三星被监督运营惩处的事情 来说明韩国的财阀权力并不大 然而这恰恰说明了 在过去韩国财阀的权力 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了 如果三星公司原来就根本没什么权力 那么近年来 这样大张旗鼓 处心积虑地搞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如果你观察各国的政府和财团的关系 你会发现 他们几乎全都可以私下谈判解决问题 像韩国这样需要摆上台面来撕破脸皮 一边送董事长入狱 一边又送立席总统进监狱的情况 全世界也就独此一家了 阶级固化严重的美国印度 同样因为这样的原因 有着偏低的基尼系数 而相比之下 我们对大资本家们的威慑和调控手段 充分保证了 他们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阶级 从而形成上途的红色折线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 基尼系数高一些并不是什么坏事 说明劳动者还能市场化流动 还没被财阀阶级 集体压制 劳动回报率 最后我们不禁想留下一个社会 为什么来自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 会被设计成掩饰阶级差异 和筹划发展中大国的模样呢